大家好,我是Den 台湾女团Ginblue 幻蓝小熊正式在韩国出道了 幻蓝小熊是2023年播放的实景节目 未来兽女出身 目前有5名台湾成员 姓圆圆玉才真Niko 一位韩国成员阿燕所组成的女团 9月2号 幻蓝小熊公开了主打歌CocoCoco YouTube观看次数不到19小时就突破了百万 成绩非常好 CocoCoco这首歌是由曾与 幻蓝小熊的《Tomorrow by Together》NCT 《Cerubase One》等合作的著名制作人 El Capita 以及曾为三名NF等创作歌曲的 Prance担任制作人 提升了音乐的品质 看MV也能发现到 制作团队真的有非常用心 孩子们真的非常努力了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多多支持全部 2 3 YouTube 大家好 我们是全部 9月2号 我们这是在韩国出道了 也上了很多打歌舞台 新歌CocoCoco的MV 也在YouTube上上架了 希望ThankQ频道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那有了不 我们下一次见 Yeah Skr 希望钱布鲁能在韩国大发 下个消息是 9月2号 Hiona在自己的账号上传了多张与勇俊娘拍摄的婚纱照 两人穿着展现个性的服装 而非一般的婚纱与礼服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Hiona与勇俊娘将于10月11号在首尔举行非公离婚礼 仅要请家人与亲近的朋友们参加 结婚后不久你可能就会感到后悔 现在你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批评你 觉得很委屈 甚至觉得自己成为了世界爱情的主角 但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现在离婚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这场婚姻实在太糟糕了 让人感到遗憾 他们两个不能就安静的自己解决吗 为什么总是要公开展示呢 除非是彼此的成员或破迷你成员 不然参加Hiona和勇俊娘的婚礼 可能会被骂得很惨 毕竟是结婚 我们就祝福他们吧 过去即是有错 他现在也在反省 如果不喜欢就不要点击相关的新闻就好了 下个小学是 乐队T6以兴趣Noga Nero 在韩国所有姻缘榜都拿下了一位 9月2号下午6点发新的T6主打歌Noga Nero 在发行仅3小时后 就登上了美轮TOP 100 HOP 100试试榜的 以及Gini Box 5的帮手 因此T6在出道10年后 首次席卷了韩国所有姻缘榜单 而除了朱大哥之外 所有收录区也都进入了前百位 创下了惊人的记录 再次证明了他们目前的受欢迎程度 原来乐队也能在美轮TOP 100上拿到第一啊 真是太厉害了 而且还有三首歌进入了前10名 五首歌进入了前20名 这样的话已经可以说是国民乐队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T6们恭喜你们 哇9年后迎来巅峰 这真的可能吗 果然只要歌曲好终究会发光的 出道9年多的乐队 能创下这样的成绩 真的非常感动 希望T6能继续走划路